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在这一讲呢,我们就来实作一下 虎不归的题目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P点呢 可以在线上动 这里有个K呢,可以设定这个参数 例如说是0.5,这边0.4 那可以去计算0.4PA加PB的这个值 那我们想要找到的呢,当然就是 一到何时的时候呢 这边会是这个最短的 首先先进入基因码GGB 我们把A点呢,就设在这原点 好,接下来输入过A点的一条L 冒号Y等于0 再利用秒点工具 随便标一个点 把它标在这个3,4 那有了A,B两点 我们再用秒点工具 在L上呢,标一个点 接着呢,再连接线段 这是PB跟PA 好,那我一般习惯呢 会把它取个名字 等一下后面比较好找 好,SPA跟SPB 好,那现在有了再设参数K K呢,例如说我现在先设成0.5 但K的范围要记在0到1 不长是0.1 最后再插入一个文本 好,我们要度量的就是 并且将网格长起来 现在就完成弧不归的题目显示 AP、PB呢,都可以把它改个颜色 K现在是0.5 好,目前最小值大概在这边 4.6左右 好,随着K变大 最小值发生的P点呢 就会往左边移 当然呢,K如果变小的话呢 好,那这边就要往右移 尽量,因为这笔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AP呢,就可以走长一些 目前即时显示P点跟这个数值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最小值 通过辅助线找出来